11月10日就在昨天缅甸居人的老巢内比都召开了粮食供应会议 会议期间竟然逮捕了三名米商 理由是他们抬高米价 米商也不至于做亏本的买卖 贴钱卖米 真实的原因就应该是敲竹杠 给钱就放人 若真为抬高米价 那成千上万的米商都应该被抓捕 能被通知去内比都吃鸿门宴的这些米商 应该都是挂了名的大商人 定点抓捕也就不奇怪了 能够做到大米商与鸡人的关系 那也非同一般 现在军方已经是六亲不认 只认钱 仰光的一位华人朋友 今天分享了一个小故事 我分享给大家 就在仰光的黄家湖甘道基公园内 有三十多年前从北京迎进的 威胜八全聚德烤牙店 规模挺大 在仰光也非常有名 朋友在公园内散步 看到一辆两吨丰田货运汽车 在公园内死向了全聚德烤牙店的方向 突然这辆车离电两百米 靠边停了下来 朋友看到车上竟然装了将近二十代的大米 只见车上下来了这三个小伙子 这个司机还有旁边的两位工人 一人手拿剪刀 一人拿着米袋风口气 然后三人上了车厢 将米袋一一的打开 取出一小部分米装进四箱准备好的袋子里 共分三个袋子 每人一袋藏到了驾驶室 然后重新的将米袋风口 当时公园散步的民众其实来往的还不少 这三个小伙子竟然镇定自如 没有做贼心虚的感觉 应该是惯犯饶首了 这种情况在以前的缅甸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缅甸本来就是产量大锅 大米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 现在已经到了光天化日盗米的行径啊 民众现在是缺衣扫食 也是出于无奈 餐厅每袋米少个十来件 估计也不太容易被发现 但是一个餐厅若聚货渠道都有这种现象 哪一算就困难了 没法计算这个成本了 看着自己的生意还能有那么一点点点 但是一算总账 那绝对是赦本亏本的 相信这种现象在缅甸都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 突发一个事件 仰光的三乡地区 迷你公人来人往的密集区啊 就在11月9日下午3点 一钱币的兑换点遭到了抢劫 小店内本来生意就清淡 剩下的钱也不会太多 歹徒竟然持刀威胁 将钱装入自己的双肩包 离开的时候 女店主拉住背包不放 被歹徒竟然刺死了 另一名女子被刺伤 双肩包被女店主紧紧的握在手中 事实不松手 歹徒随后就逃走 现在这个无法无天的缅甸 为了钱也是拼了 可怜哪 一个是敢拉一个是敢杀 飞哥还是这句话 乱世之秋保命要紧 留着青山债不怕没财烧 为了赚钱我可以理解 但是不要做这种漏钱的生意啊 尽量避免 别把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啊 不值得啊 银行金店已经有85个被抢劫 多人被刺杀 血的教训还唤醒不了大意的人们啊 因为大家还是为了生存啊 但是缅甸现在是魔鬼当道 大家不要冒太大的风险 另一者有意思的消息 军方情报部门竟然抓捕了军方少将 及多名高官的子女 其实这些权贵从大国进口了不少电动汽车 抓捕的原因表面上没有详细披露 只是说没给钱 为啥不给钱呢 飞哥估计应该是你请我愿的双方签订了电动汽车的销售合同 这里的权贵什么合同都敢签 只要你不收现钱 他拿到了就是捡到的 哪怕飞机大炮核武器他都敢要 大国汽车的销售商啊 本来是急于销售这些产品啊 看到了棒上了缅甸的大官货家属啊 那个心花怒放 这些大国的车商并不了解 这些人啊表面的光线 实则囊中羞涉的骗子啊 他们这个签个200辆 那个签个500辆 合同也是三月或四个月六个月之后 或者更长一年付款 车商也窃喜啊 还以为是在天上掉了个馅饼 在缅甸好吃好喝 等着到时间去收钱 可是缅甸的经济一塌糊涂 电力供应都朝不保夕 明星的建了几个充电桩 也没几个人 这些几百辆电动车到了这些权贵的手中 眼看着电动汽车无人问津 忽悠威逼自己的亲朋好友 也是屈指可处 卖掉的就那么几辆 还不够这些败家子啊 吸毒喝酒的 以前的缅甸虽然经济不是特别发达 但商人们的信誉卓助 银行贷款也非常的容易 欺骗的行为基本上没有啊 现在他们合伙的这些军人相关利益者 其实都是落魄户啊 落败户 有实力的唯恐躲之不及 在商业上早已闭门谢客 这些大国的商人啊也挺搞笑的 看到了这些权贵在缅甸耀武扬威啊 感到非常的受用 点头哈腰建造展示厅充电桩 心甘情愿继续的垫资 垫资垫资 钱到花去了不少 三个月过去了 半年过去了 现在要钱没有 他们要命有一条 这些车商是忍无可忍啊 集体通过大国政府告到了军头这儿啊 才发生了抓捕这一幕 若是个人行为 找这些无赖 只会至少没趣 抓捕的这些人也没用啊 车也没卖掉 那你把车拿回去了 钱反正是没有 以前缅甸的车辆买卖 都是一手钱一手货 我一个朋友坐豪车 有三个大经的车库 几百辆豪车 上千亿的缅甸啊 这上千亿还是之前的价格压在车上 朋友十几年前 陆地巡洋舰啊 这个丰田的八道 卖也给了他 直接就支票 从来不会拖泥带水 政变后 这些军人的权贵 都是想趁机捞一把的拖底的棺材 有钱人对这些人避而远之 也没有真正的朋友 总算交上了大国的车上 一下就你来我往的 往打的火热 仰光街头也时常可以看到 大国的电动汽车死过 其中一部分都是这些权贵开的免费的车 免费的车 免费的车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反正是迈不出去 亲戚朋友想开就拿去啊 放着也是放着 别放坏了 还能做个广告 这可急坏了这些大国的车商啊 偷鸡不成十把米 得不偿失 缅甸金飞西比 乐此不疲的上当者 什么时候大家该清醒了 还是真的这些人是装睡呢 看来他们是不看飞鸽的节目啊 飞鸽的节目啊 现在就是招人恨啊 招这些国内的朋友的恨啊 因为说的都真话 到时候来又验证我说的真话 他们又没信 之后呢 听了道庭图说的这些假话 现在后悔一晚啊 后悔来不及啊 所以呢 亡羊补牢 现在你去搜索 那都是最低的成本 这个账大家还不会算吗 现在既然遇到了米尔莱这些团伙啊 他们集体的诈骗 大家也赤该的搜索了 所谓的缅甸未来经济啊 跟这些人有关系吗 可能真的没有啊 所以这些人啊 还是长点心眼吧 现在似可而止啊 还是要低调低调 等待春暖花开的时候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 不然在缅甸就是你的滑铁鹅啊 还是感谢大家长期对我的支持啊 你们这些朋友的支持 也是我的动力啊 我们一起携手加油啊 等待缅甸的解放 等待缅甸的春暖花开 会迎来缅甸的未来的一个景气的爆发吧 祝福缅甸 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大家